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OPChannel,我是光卓老皮 OK,今天要玩的遊戲呢 是我們的一個新連載,也是我們的新遊戲 叫做Project Jumboi Project Jumboi 為什麼叫Jumbie,叫Jumboi 聽到他叫Jumboi 那大家應該知道就是跟殭屍一定有關係 跟殭屍一定有關係 那這款遊戲它是一個就是 2D的,45度角的一個動作生存類的殺河遊戲 感覺好像很酷耶,動作生存殺河 對啊,就是有點像是那個七日殺 不過它比七日殺還要更複雜一點 就是有點Hard Code的感覺 好啦,那我們現在就是非常多說 我們就來展示看看 因為最近呢,老皮其實之前有玩過一點點 但是不是很純熟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來玩一下 不過最近就是官方有出一個新的版本 這款遊戲原本是單人遊戲 但是因為就是最近官方出的新版本就是 多了一個可以多人連線 開伺服器,可以多人連線的功能 還可以設計開一個PK 那你可以掠奪其他生還者的東西 這樣子 哇,有沒有這麼的誇張 搞到像是在玩Daily一樣 不過它真的還出了一款就是Daily的力度 就好像是近期內就會那個吧 就是近期就會釋出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老皮也會開這個遊戲的伺服器 然後跟大家一起同樂這樣子 好啦,那我們現在就先來取一下那個 角色的名字好了 我們把它叫做 這個名叫什麼?叫做啾啾好了 啾啾! 好,就叫啾啾 好,我們就叫啾啾啾 然後名的話就叫做 嗯,麥啾啾 欸,麥啾啾啾怪怪的 我們就把它取叫 男生的女生啊 欸,怎麼名字不見啊 取 我們玩一個男生好了 這個禿頭大 禿頭大叔 我們到那個末日生還的時候 禿頭大叔肯定就是 社會中流砥柱嘛對不對 可是就是只要到殭屍末日的時候 就變成廢材 但也不是這麼說啦 其實我覺得大叔也是有他的能力所在 我們就來玩一下好了 大叔怎麼不見了 我的大叔咧 我們穿一個偶狼 白人嗎 光頭大叔 光頭大叔我蠻喜歡的 好啦,我們就來開始遊戲吧 不要不多說了 那他在進入遊戲之前呢 因為他還有蠻多的一個 所謂的特性 特性可以選擇 比如說你會 就是你比如說你這個人很怕無聊 或是說你有重聽 還是你有近視野 還是你喜歡酗酒 他就是會有一些像這樣的點數 比如說如果你選了比較好的特性 他就是會控的點數 那如果說你是選擇 比較爛的特性 比如說什麼 失眠症啊 那種東西的話 他就會加人這樣 變成說你可以 選擇幾個不好的東西 然後再選擇幾個好東西 來互相相輔相成 當然還有還有職業 那職業的話就是會有不同的效果 比如說像是 消防員啊 警察啊 這個東西他都會影響到你的那個技能 影響到天賦 然後搬運功啊 搬運功的話 其實好像建築工好像就是會讓你比較 比較能夠蓋 就是怎麼講 建築東西吧 因為這遊戲裡面 你要取得食物 還要蓋你的防禦工事 或者說甚至就是你還要 做一些 就是維飛 不是維飛照打 就是種一些田 然後這裡還可以種田 還可以蓋房子喔 超猛的 我們就隨便選幾個好了 我們就隨便選幾個 OK 那我就來玩一下這個 敲防隊好了 敲防隊這個斧頭感覺還不錯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在遊戲裡面 子彈很稀少 子彈非常非常稀少 所以說大部分都是用近戰武器 來進行一整搏鬥 進行搏鬥 如果只要子彈的話當然是很不錯 不過打完子彈之後 你就發現 你會被殭屍包圍 就是殭屍會聽從聲音 或者看到你的影像的時候 他就馬上撲過來了 所以就盡量就是 小聲一點 然後就近戰武器 就可以避免這樣的情況 好啦那我們趕快進入遊戲吧 OK 好啦我們現在進到遊戲裡面了 我們現在就是 這邊看還在幫我倒數那個 生還時間 這邊玩的是沙盒模式 就是可以 看你到底可以生還多久這樣 然後有什麼健康值啊 我的技能 因為我的技能是 都還沒有點 那就是你只要生還越久的話 你就可以點這些技能 就是到時候 我記得之前是有人中文化 不過目前是沒有 就新版本是沒有 不過我想到時候 如果多人連線有的話 他就是應該會蠻多人想要把中文化吧 他說你也不怕說 英文看不懂啦 很複雜啦 很麻煩啦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是來看一下 這邊應該是我家吧 呵呵呵 這個 我為什麼角色好像賈博師 好像賈博師 呵呵呵 算這個 那個什麼 毛的高嶺那個什麼 毛T有沒有 呵呵 賈博師 好啦我們看一下 那你可以進行搜索 我們看一下這個 櫥子裡面有 碗 這什麼東西啊 垃圾袋 我們拿垃圾袋 還有這個叉子 我們把它 按這個鍵的話可以把它 這個東西放在自己身上 不過要注意就是說 如果你的東西帶太多的話 反而 反而會讓你怎樣 讓你就是負重 然後會氣喘啊 然後死掉 呵呵 欸狗食不能吃欸 狗食不能吃 然後有什麼 杯子啊 電視的什麼 什麼啊 TV dinner 電視晚餐 是不是 把它帶走好了 可是我怕它壞掉 種子 帶些種子好了 因為我是覺得說到時候 如果說我們探索的話 除了一般的 殭屍是怪物之外 你要小心就是 還會有那個 人類的 敵人 不是人類的殭屍 因為殭屍版就是人類嘛 人類的敵人喔 殭屍狗好像也有吧 冰箱 我們看一下 這邊有蘋果啊 吐司啊 檸檬啊 好多東西 不過我現在這種東西 東西好像快滿 我們不要帶太多好了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是 來探索一下 搜索一下 我這邊有書 帶個一兩本 我們這人物喔 他其實有很多屬性 什麼屬性 像是比如說無聊 你會無聊致死 你知道嗎 太無聊的話 你還會得那個就是 很像精神病啊 有的沒的 所以說 就盡量能夠避免 精神病的情況 我們就盡量避免 我們先看一下 有些繃帶 我想想看 好像已經 口渴了是不是 我等一下喝一點水 然後就刮鬍刀啊 牙刷牙膏啊 馬桶裡面 我不知道有沒有大便 然後後面也大便可以拿 好可惜沒有大便 這是 這個還蠻特別的地方是說 你如果說你轉身 是看不到你自己後面喔 所以說就是 你要去探索一下 就是 你要這樣往後轉才看到 你的背後 那如果說你沒有 耳聽四面喔 眼聽八方 不是 耳觀 耳觀四面 很怪怪的 眼觀四面 耳聽八方 就會很容易被殭屍 伏擊 好了 那我們先爬過這道牆好了 那我現在不是很熟啦 所以說是我們就是 邊玩邊操作 我們就是操控我們的 啾啾 買啾啾 然後進行一個奇妙 奇幻的冒險 好啦我們按咻的可以跑步 跑步姿勢還蠻奇怪 不過 跑太久的話會蠻容易 就是讓你 黑鍋 就是讓你氣喘 這就是 不要按著跑步鍵按太久 好現在是中午的十一點 然後現在這邊 還蠻風和日麗的 那我的鄰居呢 應該是 應該是都逃 都逃亂去了啦 我可能是在那個家裡面吧 就是 待太久你知道嗎 可能在那邊 可能在那邊打手 就是 玩遊戲機 欸怎麼停點了 鄰居被殭屍了 他們好像沒逃走 我看好像有人晃過去 那個 果然是殭屍有沒有 裡面有兩個殭屍 好啦我們就不要進這房子 因為 現在我們手上只有那個 錘子可以當武器吧 我們來裝備一下 裝備錘子 怎麼裝備呢 按右鍵 然後可以裝備在手上面 然後可以裝備在手上面 然後我現在拿錘子了 然後按住Ctrl鍵的話就可以瞄準 哈哈 我已經存活了兩小時了 這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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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幾隻殭屍 我們現在不要發出聲響 你 我還撲過來欸 嚇死我 他有像我被驚嚇到 哈哈 他人物還被驚嚇 如果說 你的人物比較膽小的話 到時候你人物還可能會 甚至就是嚇出心臟病 我的名字之類的 我不知道啦 可能至少會有幻覺 至少會有幻覺 這邊也是附近的社區 看來主要是住在那個 蠻傳統的美國社區那邊 這門不知道是不開的 可以可以開 可以開 我們再探索一下 這裡的話好像沒什麼東西 燈 燈還有燈欸 所以目前還是沒有斷水斷電 我聽說就是 在玩遊戲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人 在玩遊戲的時候 就是在兩個月內 就很有可能會斷水斷電 所以你要在這個斷水斷電之前 就是趕快想辦法 就是找到水源啊 找到食物啊 有點像是看那個殷屍物裡面 這樣演的一樣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也可以放大一下我們的視角 我這樣比較不會被殭屍伏擊 消防栓 消防栓 沒有比較大的 這邊這邊 好像是賣電吧 我們先從窗戶觀察一下 還有冰淇淋 可以從窗戶過去 後面還有人 你沒有殭屍看到 這邊有殭屍 好啦 那我們就來示範一下打殭屍 相信我這個賈博士雖然說已經 這個去天國 不過 殭屍還是可以打的啦 殭屍還是可以打的啦 殭屍還是可以打 你要把他就是頭打爆 因為有時候殭屍倒下去之後 他還會再站起來 所以說 你還會被抓到 就是 你們要多不及到 哈哈哈哈 好好笑的姿勢喔 哈哈哈哈 OK啦不管啦 我現在口渴了 我們先找一個安全的地方喝水好了 這邊亂晃是很危險的 這邊 這邊門下目前鎖著 我看能不能把門窗打破好了 我們找個地方看能不能進去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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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東西打破 還是還是後門可以可以進去 那邊可以 我們先把東西破一打破 看看 OK 開了開了開了 殭屍不然會不會爬出來 好像 哎呦會爬出來爬出來爬出來 還爬窗呢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 差點被咬 呃 呃 好 我們現在進來這個商店了 目前這東西好像都還沒壞掉 都還可以吃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還有一些蘋果 有豆子 種子 有的沒的 太太重了 我們要目前太重了 那邊都有狀態欄可以讓你看 也就是你要時時刻刻注意一下你的狀態 那我們來把這些東西吃掉好了 對啊把這些東西吃掉好了 蘋果啊 然後 花椰菜啊 花椰菜這邊 剛才吃的不是花椰菜 可是我們現在缺水 沒有水可以吃 我這邊還有殭屍 先下手圍牆 先下手圍牆 欸不能嗎這死掉了對不對 他好像已經死掉了 冰箱不知道有沒有喝的 Tomato 對啊好像都沒有 好像都沒有喝的 有看到一個罐頭啦 罐頭像這種東西的話 比較不容易壞掉 所以我們就盡量拿那種罐頭食物 對啊可以保存比較久 這殭屍 應該不會起來吧 多不良道 死掉了 OK 後面的話有橘子 有一些奇怪東西 食物真的還蠻多 所以我們暫時 是不用擔心沒食物吃 然後我們再找個地方移動好了 我們先往城市裡面移動 看看會不會有比較多的東西可以撿 我這邊還有殭屍 目前還沒看到生還者 如果說你要撿那種槍械武器的話 你可以到那種比如說 軍隊啊那種地方去撿 會比較容易撿到 我東西已經負重了 把東西丟掉好了 把碗丟掉 哈哈哈哈 叉子要丟掉嗎 丟掉好了沒有用 我現在把褲子丟掉 如果褲子丟掉的話 你會變得寒冷狀態啦 就是你還要去特別生火 我們這個消防隊 買舅舅 舅舅是不會 因此這樣子 失去掉性命 我看 像是在我後面 我就看不到 可是我會轉頭的話 哈哈哈哈 四五隻 哈 好我們進去看 你們看一下 門是開的 好我們關起來 我懂得東西可以撿啊 感覺都沒什麼好貨欸 這裡 可以 這可以喝水嗎 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喝水龍頭的水 現在破門了 你看他現在撞牆 待會如果 我們待太久的話 等下我們就被殭屍包 所以我們趕快離開這邊好 呃呃這邊有殭屍 嚇死我了 後門 後門這樣可以過吧 我們走後門走後門 爬窗 好啦 呵呵你們慢慢敲門哈 這邊是一個家庭聚會是不是 這邊 蠻多人 喔還有這樣在 我這樣在跑 喔喔喔喔喔喔喔 完了完了 這東西不太妙喔 市中心 賈伯斯 你不能死啊 賈伯斯 蘋果要靠你了 呵呵呵 這邊有個招牌 可能路邊有地圖可以撿吧 我們再稍微四處搜尋一下 太多了吧 別動囉啦 別動囉啦 哇 真的是這樣思潮喔 呵呵呵 後面超多的啊 我找到一個農場 可是這邊 那我們那就是把這樣 附近將會清掉吧 清掉之後才比較還比較安全 哎呦 差點撲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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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可是鬧著玩的 真的很多 然後我們去看有沒有汽油彈可以撿好 我們來做些汽油彈 呃 死一個 再來 喔還沒死 生命力旺盛 你胡子哥 你也是啊 藍什麼紅髮 紅髮女孩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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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走開啦 沒路沒路 進森林進森林了 哇 真的太多了吧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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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我們的武器的距離不夠長 如果有時候上面拿木棍 或是說拿棒球棍 然後你看 搭個 加幾個釘子 他可以自己合成武器啊 這不是說你就是只能拿那個技有的武器 當然你可以拿什麼平底鍋來打人啊 不過 你能夠做出那種狼牙棒的平底鍋 那好像也不錯啊對不對 唉呦 門都鎖起來了 還在半整盤 剛才沒有被我殺死 三個痛快了 終結你的痛 唉呦 唉呦 哇突然冒出來嚇死人了 真的沒有痛 真的太多了 現在已經下午的六點了 我們現在趕快就是 找個安全的地方 讓我們睡一晚 我看能不能就是 在 晚上之前把這殭屍清光 我們就可以 暫時 使用一個建築物 不過 看起來好像不太可能的樣子 呵呵呵 唉呦 唉呦 睡哪 打 打了當時打那麼久 唉呦 唉呦 我覺得應該是武器的問題啊 那我們趕快先去找一下狼牙棒好了 我這邊有個失誤點 門不能定起來嗎 因為我們現在 有槌子 不過現在沒有釘子啦 如果釘子的話就是可以 把那個牆壁啊 窗戶定起來 這樣可以抵禦殭屍 因為 你有窗簾的話 只要殭屍看不到你 他們是不會 追著你 就對了 所以你可以盡量先 用跑的方式去把 殭屍引開 這邊有殭屍很多 我看能不能把他抵開好了 喔這邊也有 這邊有個房子 進不去嗎 喔鎖住鎖住鎖住 也沒那麼衰 欸 裡面有子彈欸 12發散彈子彈 喔我撿到子彈 我撿到子彈 不過殭屍還能逼近 不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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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了 我跑不動 我跑不動了 要去了 要去了 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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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骨折啦 我白卡啦 流血啦 我丟邪屋 不要殺我 老我一條命嗎 老我一條命 老我一條命 老我一條命啊 大哥 我把褲子給你 褲子給你 經過了十個小時的分擔 我們的舅舅 舅舅 舅舅終於就死亡了 就是擋不過這個祕密的摧殘 好啦 那我們這一集的實況就先到這邊啦 那下一集呢我們會再 進行一個比較周全的生存 比較多的準備 因為這集失敗原因我相信應該是我們沒有 準備好一個比較完善的武器 然後跑太遠 然後沒有一個安全的地方 可以讓我們好好補給一下 好啦 那下一集老皮準備好之後呢 我們就來繼續我們這個 project zonboy ok 那我們就讓我們下一集見啦 掰掰